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到我们生活中都会接触到的 第一则新闻是关于手机跟相机的 如果爱拍照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这则新闻是最近 Sony的半导体总裁兼执行长清水照 在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 就有分享到手机拍摄的这个画质 预计最快在2024年 就可以超越单眼相机了 是不是很兴奋 你看想象一下一记在手 随时都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 是不是 那最近因为科技越来越进步 所以手机拍摄影像 可以就是透过像素结构 以及人工智慧来提升它们的方式 达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效果 然后像甚至是原本被大家觉得 就是很难以克服的一些技术 现在也已经随时都可以实现在 这个手机上面的 这个最近Sony也推出了一架手机 他们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跟功夫 在他们的这个远程镜头上面 所以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这个总裁兼执行长清水照也表示 虽然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现代 也是非常进步了 但是手机仍然是有它的局限 包括像是可能机身的厚度 或者是那个散热功能的空间 都是一定都是对用户的体内会有所影响 像是可能长时间的拍摄 可能手机会过热等等 但是我相信Sony已经在左手改善 这个功能性的这些影响 来达到它们的目标了好不好 好了 我们换一个心情 讲完好消息 现在有一个微微的坏消息 要跟你分享 那就是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到 最近非常多诈骗案 很多人就是银行里的存款 一直被盗用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收到一些来自银 像是银行信息的一些链接 点进去结果它的存款就被盗用 一道而空了 所以针对这件事 大马的贸易部就有发了一个文 来提醒民众去分辨真假的一个银行链接 就是这个方式 就是像你可以看到的 其实你看到一个打勾跟打差的 打勾就是正确的官方链接 像是其实它们的差别在于 它们的英文字母 像是Maybank2U.com 它们的分别在于它的A 还有我觉得比较容易看到的 就是CIMB Bank的B跟D 所以你们一定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想了解详情的话 也可以到大马贸易部的 官方Facebook去查询一下 马上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 这个非常重要好不好 好了 接下来话不多说 我要跟你分享一下 到底不同功率的充电器 会不会损坏你的电话呢 一起来看 嗨 你好 我是小幸运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呢 就是出门在外 我常常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手机没电 通常这个时候 就可能跟身边的同事 或者是朋友借充电器 可是其实我也不会去在乎 我那个充电器 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手机 从而就会导致一些 像是电池寿命变差 或者是续航力变弱的一些问题 因为目前呢 每个手机的快充容量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自然适配的手机充电器 那就也是不同啦 所以呢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 科技资讯就是 不同功率的充电器 是如何导致手机损伤的 首先呢 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疑虑 那就是呢 担心功率太大的充电器 会冲爆自己功率小的电话 其实呢 大家大可不必担心 因为呢 其实这个动作 是不会导致就是安全问题 或者是你的手机被冲爆的这些问题 因为目前正规的充电器呢 一般都内置的就是智能芯片 然后呢 可以自动识别手机所支持的功率 并智能地分配到合适电流 而且手机内部呢 也有电路自动控制系统 能够防止过高度电流进入你的手机哦 简单来说呢 最高功率的40V的华为充电器呢 还有10V和18V的这个两个输出规格啦 然后呢 用这个充电器去给支持18V的 Apple iPhone充电时呢 充电器和手机就会自动选择18V的功率 来进行充电啦 相反的 如果是用户用小功率的充电器 有给大功率的手机充电的话 那么电池续航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差啦 虽然呢 你是能够成功为你的手机充电 但是呢 那个速度会显得非常缓慢 而这个情况下充电呢 其实你的充电器是属于全速工作模式哦 这个时候呢 充电器就会开始有发烫的情况啦 因此呢 就不建议你使用 低于标配功率的这个充电器来进行充电啦 总的来说呢 出门在外还是要尽量用 自己的原装充电器还有充电宝来进行充电啦 所以呢 你就能避免就是像是电池损坏啊 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安全问题啦 哇哇哇 是不是学习到了新知识呢 对啦 所以呢 如果其实你用不同功率的充电器来 是不用担心 但是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 就用原装的吧 好不好 接下来呢 又到我最期待的环节 因为我们要开箱咯 今天呢 开箱的是小米Watch S1 到底它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哈啰 各位观众 最近小米就带来了新款的智能手表 分别有小米Watch S1 以及小米Watch S1 Active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在设计上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小米Watch S1采用了蓝宝石玻璃 和不锈钢表壳 有黑色和银色两种配色选择 而小米Watch S1 Active呢 就采用了普通玻璃和塑料表壳 分别有三种表带可选 白色有silicon制成 黑色以及蓝色有TPU制成 如果想要更多表带选择 还可以换黄色 橙色以及青色 不过这三种颜色就需要另外购买啦 用户可以自定一手表界面 也可以从200多个表盘中进行选择 同时还可通过蓝牙通话 接受应用通知 支持MasterCard NFC支付 无线充电和5ATM防水 而且通过双屏GPS保持链接 并通过监测用户的心率 睡眠质量 压力水平 水氧饱和度等 提供24小时的健康跟踪 用户可以将这些数据点 Yzawa或者是Apple Health App进行同步 除了更低价之外 身体方面我也是很喜欢 而且也很百搭 喝乐不为呢 我看了感觉CP值蛮高的 如果你想要看完完整的影片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TechNet的中文 YouTube去观看 其实最近我蛮想跟你分享一件事 不知道你有在Facebook看到一张照片 就是有说到这个5G网络覆盖率 然后还有显示 就是东亚还有东南亚的国家这个部分 然后就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 像中日韩 东亚地区 其实都有蛮高的覆盖率 然后像是东南亚地区 我们的邻国 菲律宾 新加坡 或者是泰国也是挺高的 但是大家网民就看到 把焦点放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就有一点小失望 因为那个闪光点就聚集在 那个KL 吉隆坡的这个部分 然后就有一些网民 忍不住要调侃一下说 不用担心 我们大马没有5G 对不对 可是我们有6G 6G从哪里来 其实6G就是2G加4G 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幽默的 然后也有网民说到就是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4G网络 都是有一点不稳定 怎么能够驾驭得了5G呢 可是不用担心 我相信有朝一日 我们一定会迎来就是 完全的就是全面的5G覆盖率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关注更多科剧消息的话 都可以去到Teknev的中文YouTube 或者是到8度空间 都可以获取很多信息的 如果你有什么疑虑 遇到疑难夹症 都可以把你的就是疑难夹症 发布给 Send给我们 到我们的email 是8e-news at 就是8tv.com.my 然后不然你也可以就是 PM一下我 我也会看到的好不好 或者是PM8tv的小编之类的 在影片上面留言 我们都可以进行互动了好不好 今天非常开心跟你分享那么多事 记得要支持 Chia老师的新歌 You are beautiful 你是最美丽的 知不知道 不管你是谁 我都祝福你 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你的主持人 下午幸运 下午幸运 我们下次见 拜拜